大家報導過 臺中一名一歲十個月大的男嬰 疑似遭到保姆施虐 爐內出血 緊急插管搶救 目前是可以自主呼吸的 但是下信保姆否認施虐 男嬰爸媽已經提告社會局 也依照兒少選法 對於保姆提出了獨立告訴 獨立告訴是社會局以告訴人的名義 幫孩子提出訴訟 幫孩子提出告訴 那他不會因為就是說 無論這個家長有沒有要進行 司法訴訟的程序 我們都可以保障孩子的權益 臺中市社會局表示 下信保姆曾經申請居家式的 托育服務 資格不服被駁回 但他明知道沒有取得登記 仍故意違法收拖 而且收拖人數遠遠超過照顧 比已經違法了 社會局也會加重處罰二十萬元 並罰還公佈姓名 另外因為疫情難因傷勢嚴重 社會局也要對保姆提出獨立告訴 如果虐待情勢經過調查屬實 最重可再處六十萬元